所以他幾千家在賣日式咖哩的 其實也不能說道地啦 因為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是 一般我們在做日式咖哩時 都是用咖哩塊 但我們今天不用咖哩塊 因為其實在餐廳裡面 你用咖哩塊的機會不大 家裡方便啊 問題是 對 家裡方便 可是你家裡如果沒有咖哩塊 你有咖哩粉 因為咖哩粉我反而覺得是 家裡面都必備 好比說你今天要炒任何的青菜啦 你要做什麼都可以放一點咖哩粉 因為是咖哩或是薑黃 對身體是好的 來 今天做給大家看一下 什麼叫道地的做法 你就拿個塑膠袋 我們先把雞肉稍微醃一下 雞肉醃 皮可藥可不要 在日本的話是沒有用皮的 那我們台灣有啊 我就自己喜歡吃皮 我就要放皮 所以這道料理的雞肉 雞皮可有可無 可有可無 基本上在日本的話是不太有的 日本為什麼不吃皮呢 皮本身對它這道菜其實幫助不大 它只是多一個口感的問題 然後咖哩粉放進來 然後這邊是無糖的優格 然後你可以放一點鹽 如果在家裡面你們喜歡吃咖哩的話 你可以用醬子然後就鹽 最好是可以丟冰箱一個晚上 它的味道就很會進去 有加胡椒嗎 可以加 可加可不加 那是黑胡椒還是白胡椒 白胡椒可以 其實你說喜歡在裡面 放一點黑胡椒也行 放優格的原因 它沒有嚴格規定 會軟化 是因為它會軟化 咖哩應該這樣講好了 咖哩基本上都是從 印度那邊傳出來的 那早期會到日本 會那麼喜歡吃咖哩 是因為當時的航海 霸權國家是英國 所以他們帶了很多的 就是這個印度人跟的船員 所以船到很多地方 台灣也是當時船進來的 因為咖哩其實不是屬於我們的 當然 絕對不是 好 這邊就好了之後 我們先把這邊加熱 已經加熱了 很熱 今天我就不特別油炸了 那不然其實 對 不然其實炸是不錯 但我們今天就不特別油炸了 因為在家裡面有說 對啊 我們炸的飯跟你說不用油炸 對啊 我可以炸 但我今天沒有特別去炸它 因為我覺得家裡面不方便 有啦 剛剛那個母士他有提醒 你們在做的時候 他說這道菜其實可以炸 也可以不用炸 對 那炸的話你 剛剛我覺得陳哥那邊做得很好是 因為你在這個湯裡面 就是醬汁裡面 你又放了雞肉的絞肉進去 不然你如果沒有的話 你下去炸你的湯沒有味道 所以是有這個做法的嗎 有 有 有 什麼意思 他綁著肌肉邊邊咬一口氣 我被稱讚喔 各位 小心喔 我被 那邊咖哩 左翁先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稱讚喔 有 他剛剛有問我 他說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 你優秀喔 對 因為他剛剛在做菜在忙 你沒看到 蔡博士稱讚我很重要的 這個事情 你不要打給我 跟爸爸媽媽講一下 要報告這個喜訊 他 有吧 我有段時間沒稱讚 是不是 太久沒稱讚了 是不是很開心 你最近的稱讚只有說 我開球比較穩定 其他都沒有了 有啦 短線變好了 好 那這邊呢 我們把奶油先放進來 奶油先放進來 我擠過錢才嚇的耶 因為奶油在 在咖哩裡面你可以 我們現在是用奶油 他們有一個東西叫技 它是奶油的濃縮 對 技 技 對 他們會用技下去炒 那我們用沒有炒 它就是有點像奶油 比較濃縮的奶油 在硬度很常拿用 那它要炒到它那種 要炒軟 要炒軟 然後這個就 剛才就不管它了 這個音已經差不多了 已經剛剛的那個 焦碎已經出來了 就把火箭灌掉了 順序把它記起來 就可以搞定了 其實你看 目前戴愛玲 說真的 又很難嘛 看起來沒有很難 你只要把它留成記下來 然後為什麼要先放那個 為什麼要先放那個 其實我們剛才學做菜就是 順序不知道 你要我先放 我會緊張 因為他們有說 順序如果放不對 香氣是不一樣的 然後薑泥跟蒜泥 可以現在進來 一樣把它炒進來 換我們的好朋友 薑泥跟Sunny 有沒有 更煩耶 薑泥跟Sunny 你剛剛都放一小時嘛 我覺得這樣嗎 對 對 一小時 所以我在家裡沒有日式咖哩塊的時候 我可以自己這樣搞 咖哩的組成其實是這樣 就是洋蔥很重要 洋蔥 奶油很重要 奶油 然後再來咖哩粉蛋是一定的 咖哩粉 但是薑很重要 薑米蒜又來得重要 我也這樣講 對 薑米蒜又來得重要 那你如果說你今天是要做這個 東南亞 就是東南亞的話 然後魚露很重要 番茄很重要 那個如果不夠的話 就會少一個味道 然後咖哩粉可以先進來 下一半 下一半 你們也是下一半嗎 沒有 是下一半 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我們後來全部倒下去耶 番茄 好香喔 你怎麼吃到番茄醬要全放 要放 因為這個菜單是他開的 他開的 他開的 我沒有想說這幾個 在這件事情 沒有幾個人知道的 有這種事 應該大家都知道 那他盡可能是在一個 比較濃郁的狀態 去完成它 而不是吸 因為你這樣濃郁的時候 你可以炒得出 它的香味出來 可是後來有加水啊 我沒有加水 我加牛奶 只要加水 你都加水啦 所以你們有加水 所以不用 這不用加耶 你們有加水咩 有耶 他怎麼 奇怪喔 牛奶進來 加牛奶 我們這樣子 加水跟加奶不一樣 就差很多耶 你不是有牛奶 你們也有牛奶 你牛奶有全加嗎 還是你割掉 我常常加 我常常加 你有加 有啦 可是我們也有加水啊 有啊 他又有加 其實你要看後面 你如果加了水之後 你在煮滾的過程 水蒸氣已經蒸發掉 留下來還是一樣的 然後這邊的時候 把雞肉放進來 這樣雞肉很... 這個也沒有燥 不用啦 不用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說 咖哩我們已經做出來 有味道了 就是有所謂的雞肉味道 或是高湯味道的話 你可以下去炸 但你現在如果炸 你等於是你的這個醬 就沒有雞肉味了 我現在煮的過程 要不要把雞肉味道 煮到裡面 煮 像看一下 兩邊示範都很簡單 你們兩邊剛剛是在忙什麼 忙成這樣子 看他們兩個做都覺得好像不難 他們 程序比較 覺得尤其是他今天 平常都滿簡化的 那一般正式的日式咖哩雞 到底雞肉有沒有炸過 沒有啦 其實沒有 除非說是你今天是 就是它會炸 但其實沒有 那如果雞肉用乾就是 用煎的呢 煎的可以 但炸的不多 炸的不多 除非說是像炸豬排咖哩 也有炸雞排咖哩也有 對啊 可能它那個整個 它想要用一個餐 雞肉在裡面可能看不到 它就把它炸完 就放在旁邊 你可以吃酥脆的 然後這邊你可以放一點點的 日式豬排醬 豬排醬 豬排醬要放兩大匙 豬排醬也是它味道的特色嗎 豬排醬的組成 是很多大量的蔬菜熬出來 類似像醋的感覺 所以它這樣的話 會讓這個咖哩的味道比較沉 比較沉 比較沉 現在還沒有調鹹對不對 其實雖然沒有調鹹 但它已經 豬排醬下去 跟剛開始的雞肉下去 其實已經滿鹹 應該味道就夠了 那你蜂蜜會加嗎 會 補它的甜味 對不對 已經夠沉了 鹹味也有了 但我會在 鹹味有但沒有很鹹 對 我會不會還會再補 因為現在只是讓它一開始 在它裡面味道都出來 這麼濃 你咖哩飯都濃 除非你先不要急著去放水 你先用牛奶下去 不夠 好比你說現在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乾 雞肉還沒有全部熟 你補一點點水性來做 有 就這樣 真的是一點 因為咖哩的話 我這樣我可以省掉一個勾芡 對啦 只加一點點 然後它最好的芡是怎樣 從裡面的 我們在翻炒的過程當中 馬鈴薯釋放出來的澱粉是最好的 那這個 你要炸可以 或者是你覺得 你放水放多了 可以用它跟奶油下來勾 你說那個 那個西式的那個做的 對 有點像西式這樣 那你水不要一次放多 因為一次放多 它的那個 一旦吸的時候 它味道就淡掉了 香度會降低啦 水分抽乾它還是會變濃 可是香味就降低了 好 多麵進來 那麼多 是 好吃耶 日式咖哩好像都會比較甜一點 會偏甜一點點 白胡椒粉 那麼多喔 才有一點辣味啊 跟你們做一樣嗎 一樣 我沒有加胡椒粉 沒有加胡椒 我們兩邊應該是從那個 開始炸雞肉開始就 開始都不一樣 你抓菸雞肉的時候有加胡椒嗎 沒有呢 沒有 也沒有 我們有呢 它通膩 這樣就這樣 所以我們這樣就黑胡椒呢 好 這樣差不多 他們在做的時候 會想得太複雜 想得太多 要有飯嗎 當然 咖哩飯 我們這是低醣電子鍋 還有這種東西 要少掉三分之一 什麼東西 因為熱飯 熱飯的糖分 腎臟質素的高嘛 這個應該幫我爸媽買的 雞胭 雞胭質 然後它可以少掉三分之一 真的喔 你這個原理不是米的關係嗎 還是機器的關係 還有糖的 墊粉水 可以流到外面去 它裡面有多一個鍋 內鍋 就收起那個水 那我幫我家人買一個 OK嗎 很滿意喔 它很像 我就這麼濃 張子茲的表情就是好吃 曾經那個醬菜的壽司 就有好大的篇幅介紹咖哩飯 看來就好想吃喔 那你如果覺得它比較濃 你可以水多加一點 但我希望它吃起來 是比較濃郁的 我也喜歡濃郁 然後吃咖哩的時候我會建議大家 不要一開始就把它拌勻 挖飯挖料這樣吃 對 要拌著吃 因為你一開始拌勻 你就吃不到什麼樣子 對 那我會建議 如果你吃的時候 先吃飯跟它拌著吃 你如果喜歡拌勻 如果吃一半之後再把它拌勻 我也這樣吃 你可以吃到兩個不同味道 好 這位完成 完成 日式咖哩雞 好 天師日式咖哩雞 各位 拿起你們的餐具 品嘗一下詹吳士的做法 來 這個你的 好 謝謝 喔 嗯 一起 一起喔 好好吃喔 很好 味道調得剛好 雞肉熟得剛剛好 主要它這個地位是番茄 好好吃喔 雞肉剛好受 我會覺得它不容易 C'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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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by bwd6